欢迎来到小五故事会 今天小五带来陈情令现代版案的算计 第十九集 蓝战又出奇招 再次醒来的魏英 终于恢复了往常的生龙活虎 蓝战知道 他这发情期算是有惊无险的过去了 两人把昨晚的饭菜从冰箱里拿出来 热了一下 随意吃了点 就回公司了 可是蓝战有点失落 因为正常后的魏英 又开始跟他保持距离了 说话也不软糯了 撒娇就更不可能了 蓝战有种用过之后就被打入冷宫的错觉 所以我的作用只是提供那个的服务 哦 不对 还有金子 蓝战第一次产生了自己没啥用的错觉 Mary第一次发现自家boss也有上班时摸鱼的前置 上午的例会改到下午已经够让他吃惊的了 可是会议上 当下面的精力在激荡昂扬的汇报一周的业绩情况 以及新项目的动向时 蓝总在做什么 时不时望一眼手机 时不时皱一下眉头 偶尔还轻叹一声 为什么卫英不回我信息 是不是身体又出现什么问题了 哎 我怎么这么失败 然而 蓝战可不知道 他这些不正常的动作 引起的正常后果 他每皱一下眉头 或者每轻叹一声 下面正在汇报工作的人就颤抖一下 惨了 蓝总对结果不满意 明明业绩增长还不错呀 只有Mary知道蓝战这些不正常行为 与工作无关 蓝总 蓝总 呀 您觉得哪个方案会更好点 项目部的李经理问了坦特 好 就按照这个计划去做吧 呀 经理们面面相去 蓝总是什么意思 企划部给出了三个方案呢 蓝总说的是哪个 这 嗨 蓝总的意思是所有方案都做一下结果预判 则优选择 Mary赶紧就唱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会议就到这里了 大家可以先去忙了 哦 好的 明白了 那蓝总 我们先去忙了 一众经理们恍然大悟 陆续退场 Mary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还坐在会议室的蓝战突然出声 Mary惶恐 蓝总 您有事情说 如果家里有两个房间 然后你希望两个房间只能用一个 另一个在什么情况下就不能用了呢 呀 这是什么问题 Mary虽然很迷惑 但看蓝总好像对这个问题挺看重的 便也开始认真思考了 漏水 蓝战摇了摇头 连浴室都没有 哪来的漏水 有朋友或者亲戚来访 蓝战还是摇了摇头 来访的亲戚字节性很高 事情办完就自动消失了 那蓝总 您就给他制造个问题就好了 如何制造 觉得装修风格不满意 重新改造 改造后为安全起见 例如为了防止价钱重度之类的 暂时不能住 这个时间少则一两个月 多则半年 但其实以蓝总的财力 就算装修 也会用最好的环保材料 拿来的价钱 就看蓝总想骗的那个人 脑子灵不灵光了 不过这话 麦瑞可不敢说 毕竟爱屋即屋 能让蓝总开会都魂不守舍的人 一只脚已经踏上了老板娘的宝座 给自己十个胆 都不敢说她她脑子不好 毕竟能把蓝总拿下 已经不是一般的烦人了 而蓝战早在听到装修时 心中已经有了主意 麦瑞帮我联系一家装修公司 越快越好 不 就今天上门 魏英下班前接到蓝战电话 说她有点急事 接不了她下班了 让她自己打车回去 但是会在家里煮好饭等她 魏英在电话里应着没事 反正自己刚好是比较多 可以晚点走了 电话一挂断 鼻子冷哼一声 男人 果然是下了床就变成了另一个人 以前多殷勤 现在就多冷漠 以前排除万难也要出现在你面前 少尖一秒都不行 现在呢 哼 哼 哼 魏英愤愤地把已经装进电脑包的电脑 又掏了出来 不来就不来 什么影响我挣钱 开始工作前 还顺手把手机调了静音 一投入工作当中 时间过得很快 眨眼的功夫 两个多小时就过去 电脑上的时钟已经指向八点半 魏英吓一跳 自己说晚一点 可没想到晚了这么多 拿起手机 果然几十个未接电话 皆是那个不接自己下班的人打来的 算了 反正回到家也就二十来分钟 就不回电话了 魏英把电脑关了 直接就走人 刚走到公司楼下打车点 脚跟还没站稳 只打一声 一辆车在他面前 来了个急刹车 魏英差点魂都给吓跑了 要不是看到车里坐的是熟悉的人 魏英都要问候他祖宗十八代了 魏英 你怎么回事 我打了这么多电话给你 一个都不接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 等到装修师傅离开了 自己把晚饭也做好 才发现那个早该回家的人还没有回来 蓝湛心急如焚 打电话又没人接 蓝湛脑海中开始浮现很多不好的画面 这会看到人安然无恙 情绪一下子就上来 语气也没控制好 魏英一听 也冒火了 我又不是小孩子 难道我就不能有自己的时间安排了 什么事情都要向你汇报 你又不是我的水 此话一出 两人都有点正了 明明早上还抱着睡在一张床上 怎么到了晚上就成了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蓝湛最先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他了解魏英 他这个人比较少生气 但是一旦生气 那可是火山爆发般的 在这种情况下 千万不能跟他应对应 否则那可是自寻死路 魏英 对不起 我刚才说话是冲了点 我不是要限制你 我就是担心你打车回家路上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 蓝湛很是懊恼 明明是关系人 最后成了惹火人 就那么十几分钟的路程 能有什么事情发生 现在可是和平时代 你以为是战乱时期呢 要是这十几分钟的时间 都能发生车祸 那也是算我倒霉 魏英 看人越说越离谱 蓝湛火气又有点苗头了 不许你乱说 你看 还说没限制我 这也不许 那也不许 蓝忘机 没错 我是欠了你的钱 所以我就活该 无 你松手 你这可混蛋 蓝湛实在听不下去了 他这张小嘴 吃起来是好吃 可要是吵起架来 也是能把人活活气死 蓝湛不想听他胡言乱语 干脆用嘴堵住他